5月中旬 美国CDC才松绑口罩指引 建议已完成疫苗接种的民众 室内室外免戴口罩 不过Delta变种病毒肆虐美国 已占感染病例的八成以上 或许CDC在27日修改口罩政策 根据CDC定义 目前美国有68%的区域 属于传染率省著或高的地区 CDC也建议包括幼儿园到高中 校园内人人都应该戴口罩 CDC主任网伦斯基说 病人担忧了新证据显示 极少数打完疫苗 仍感染Delta变异株的个案 其体内病毒量与未接种疫苗者相当 仍有可能将病毒传给他人 官卫专家忧心 如果大量病毒持续在 未打疫苗的民众之间传播 不久就可能出现能够逃脱疫苗抗体的新型变异株 突破疫苗预防重症的保护 目前白宫已要求内部员工再戴上口罩 总统拜登27日表示 正在考虑是否强制要求联邦员工接种疫苗 一份白宫声明说 拜登预定在29日宣布下一步计划 要让更多美国人民接种疫苗 避免再走封城的回头路 新唐亚太电视 叶恩杰编译